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今天一早就有一个 300 处 MB 的资料下载进来了 Celomax 的 U-Out 跟 SS-Out 的卡面已经有了 相当的不错 是长得这么个样子 它的卡机开启时间会是在明天 6 月 18 号下午 4 点 这个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错误了 有想要的朋友就注意一下吧 看是要放进一小时还是 After 之后 然后是可以花一千颗龙石保底必出啦 就实力而言是还蛮强大的 这个就大家看着各自的需求来决定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些其他的活动方面啦 在明天 18 号同步会开上来 就是一个极豆壁制的 EXN 路 这次也是有开 然后关卡的话是那个我们 2022 年 开上来的 Cellomax 的关卡 就是那个第一关啦 有超系五鼠编程不使用倒计通关 极系五鼠编程不使用倒计通关 然后不使用倒计三回合内通关 用速鼠角色六体偏程不使用倒计五回合内通关 还有星神轻视四体偏程不使用倒计六回合通关 以上这样子的五个任务嘛 其实关卡难度来到现在已经不算是特别难度了 可是就是说要用到客属的地方来快速通关那边 就可能比较麻烦一些啦 不过要通过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啦 那么超系五鼠跟集系五鼠是主要拿龙石的啦 这两个可以通关其实就alright了 那么再来同一天的话 还有就是这一个Rising Fighter 它的新关卡会追加第四关 其中来说应该是宇宙生存片的关卡啦 因为它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打出灶悟空 在第三战的时候要挑战到出灶悟空打死它 然后才算是任务解放 所以也是会有一个条件 要等到关卡开上来 我们才知道它的条件是什么 像上一次就是它吃足够的红组 我们才可以打到对应的角色啦 然后再来就是类别任务 就是超Boss 类别六体编程 那么总共可以拿到16颗龙石啦 还有的就是这一个龙珠历史 讲的没想到官方会追加多一个龙珠历史 就是了 第31关 第31关 最后的话是打着Celoma 我没有记错的话 总共三条特别任务啦 超Hero 三体编程 超Boss 三体编程 以及15回合内通关 Dotter有24颗龙石 可以拿啦 然后再来就是跳到6月20号才会有的活动 就是这一个跟这一个 两个战斗路啦 这就没什么特别 然后 在6月21号4点的时候 也就是星期五啦 会有天下一五道会拍上来 当然也是会有它们的极限在觉醒 四体极限在觉醒 以及两体都看觉醒 等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打到完的话啦 其实也不需要讲 打到很高分啦 3000万分 拿到完 50颗龙石入手 好啦 非常的棒 然后再来的话 6月25号 会有一个最凶大王战的任务追加啦 宇宙生存篇六体编程 横渡宇宙的三世六体编程 跟第六宇宙六体编程 这么个样子 没有弄错的话 好像用第六宇宙就可以全解了啦 然后DOTA会有一个15颗龙石 这么个样 那么这个就是资料下载相关的东西啦 没有到很多 就大致上长得这样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一次武道会这六张角色的能力吧 可能大家就 对武道会的角色就还好啦 不过这一次我终于等到啦 我期待很久的 天津饭他的极限在觉醒终于来了 因为他的连击连击连击 是还蛮爽的 OK 那么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队长技 之属气力加三血攻防100%提升 必杀效果超特大伤害 9回合攻防50%提升 这样子就可以一直跌50% 蛮爽的 然后他的被动连击次数又非常的多 首先必定两回最佳攻击 超高确立必杀发动 然后战斗中自身每攻击四次以上后 就可以避杀技最佳发动 这样子就三次了嘛 被动上面 龟仙流泪别的敌人存在时 避杀技最佳发动 不过要有龟仙流泪别的敌人存在 没有这样容易啦 这一条其实就看着就好 然后攻击使敌人两回合攻击下降 20% 然后队伍内少年篇没有一体 攻防40%提升 这条就是他最可惜的地方 只能组在少年篇上面啦 可是少年篇目前来说 玩起来就靠着免费卡还蛮不错的啦 这边气体的话是可以去到280%啦 然后按照刚才这样计算下来 单回合六发必杀的可能性啦 不过龟仙流这一条可能比较不容易出发 那么我们就把它给cancel掉 这样也是可以有5发必杀的可能性 那么这样子我们一次跌一次跌 其实可以跌的相当的快速啦 最大加成攻击是280%啦 防疫是行动后 470%起跳到1230% 或者更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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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主要就是看连击的次数 连的越多那么它就会越高 那么数值方面的话 大家大致上看一看啦 初始358万 5次必杀之后可以去到468万 大概单发必杀 每一发必杀增加一个20万这个上下的活力啦 其实就没有到很猛 可是去到后尾的话可能5次500万 就2500万的活力了嘛 所以就配上一点绘形给它也是不错的 防疫面上的话 第一发必杀30.5万 5次必杀之后51.4万 108必杀102万 那么因为它可以拉到蛮多的嘛 它的必杀每一次 所以后尾的话会越来越高 嗯 然后就达到一个值啦 大概150-160万这么上下 是可以免费的啦 所以就普通用着还行啦 当然就是纯数值嘛 要讲它多强也没有到 可是至少以武道会的卡来说的话 已经是very nice 了啦 这边还没有计算那个辅助嘛 假设有辅助的话 少年篇的辅助是最多 它会更加的 有点 有那个 火力出来 或者防御力出来 这样子 嗯 还不错啦 就以一张武道会的免费卡来说 非常的棒 哈哈哈 OK 那么下一张的话 就是这个Begito Begito这一张啦 有直接把他的被动给做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修正 大家来看一下 对党技师素数气力加3 且攻防100% 必杂效果一回合攻击上升 超特大伤害 一回合我方全焉攻击加30% 然后被动自身攻防150%提升 然后重点就是有修改 被动就是这个 因为原本是要行动过后 他才触发 现在就是只要站在1号位就可以触发了 站1号位时气力加2 攻防150%提升 还有超高确立的回避 以前他有回避力 可是要行动后才可以 所以就是根本很难用得到啦 嗯 现在可以放在1号位 至少我们有赌博的机会啦 哈哈哈 所以还行 然后 再来就是 魔人普无片类别的敌人存在时 必定必杀技追加发动 然后超系前沿攻防30%提升 然后队伍内 如果魔人普无片类别的角色啦 每多一体 攻防会再增加3% for这个辅助 最高的话就是51%的攻防辅助啦 嗯 那么攻击时攻击再加50% 每一次攻击 防疫加20% 最大100% 然后 必杀 必定追加攻击 高确立 必杀发动 这么个样子 OK 这个是我们的Vegitor 它的整体能力啦 嗯 如果有魔人普无片的敌人存在的话啦 这个Vegitor 它的防疫力提升会蛮快的 不过 比较可惜的就是 它的必杀上面是没有加防啦 所以防疫是处在一个机制 不过有超高确立的回避 所以 当作那个 防疫点来说 还算是可以啦 最大加成1号物理特攻气体 的情况下 攻击有577% 防疫行动后 802%啦 就是完整 提到最满的时候 嗯 那么 数值的话大概就是长得这样子啦 545万 防疫力52.1万 那么这边假设有更多的辅助的话 它的防疫力可以再上升一点点 可是也高不到哪里去啦 就是这么个样子 毕竟就是 武道会卡 OK 那么再来的话 就是这一张 知数的少年奇悟犯 这张来讲的话 它跟Begito 有一点点的小像啦 队长记 知数七力加三 血攻防100%提升 不过它的必杀效果就很好 超特大伤害 6回合攻防50%提升 这个就是 50%的跌攻防 就很棒 然后 自身七力加三 攻防100%提升 必杀发动时 攻防100%提升 受到攻击的3回合内 攻击100%提升 然后 赛鲁片全员 七力加二 攻防30%提升 这个就可以辅助赛鲁片啦 这个也是很有用 然后 队伍内 超系队员 没有1体 攻防再加3% 就跟刚才的Begito很像嘛 同样就是 最高51%的那个攻防啦 然后 然后 敌人2体以下 彗星58% 这样彗星我们不需要点啊 点连击就好嘛 它就是需要连击 然后 敌人3体以上 攻击 会使敌人封击2回合 那么 再来的话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除自身外 攻击参加中 实地之盼 类别存在时 会有一个全属性格斗 非常好 这样有不错的攻击 不错的防御力 然后再加上全属防御 它算是还可以用 而且它是辅助能力 对于赛鲁片来说 是很有帮助的啦 那么 最大加成 大家可以看一下特攻气体 攻击653% 防御行动后 653%开始 然后904 1155 然后就看后续的叠的那个 次数啦 应该做连击的次数啦 那么 那么 数值方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初始555万 到三必杀 640万 这么个样子 然后防御的话 是44.4万 三必杀的话 74.1万 如果是每回合都成功 两发必杀的话 最高可以去到 118万 左右 这个样子 整体来讲的话 再配上全属性格斗 还算是可以拿出来 使用的一张角色了啦 嗯 大家也是可以可能稍微练一练啦 OK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奇奇 奇奇的话 可能就 去打大乱战还不错 可以弃绝 可以降攻防 现在的大乱战就蛮需要这类似的能力啦 嗯 必杀效果一回合 攻击上升超特大 高确力气绝 被动的话 自身攻防150%提升 攻击使敌人3回合 攻防下降22% 中确力回避 血量50%以上啊 自身的气力加3 攻防150%提升 血量49%以下 攻击加50% 回避加40% 可以去到超高确力啦 就是70%的回避能力 然后名称孙悟空的角色 存在于攻击参加中 或者敌方时 效果拔群 然后高确力 必杀发动 可以连击必杀 不过它的被动 应该说它的必杀效果 一样是没有加防 也算是比较偏可惜的啦 然后有必定2回合追加攻击 所以连击方面 可能我们只要稍微点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它这边 自身攜带的那个连击 就还蛮多的 蛮多下的 然后战斗中 每攻击5次以上 必定必杀最佳发动 每回合只有一次啦 就有点像罗杰这样子 那么 1个回合下来 1 2 3 4 5 6 差不多6下攻击啦 其中有2下是必定是普攻这个样 那么 这一张来讲 主要还是就是 做一些可能契绝的方面的东西啦 数值不会到高 特别高 最大加成 血量50%以上是300%攻击 跟防疫行动后900%这个样子 然后攻击 413万 防疫行动后 56.1万 就看后面 所获得的辅助 辅助 辅助越多 它的能力提升的越多 然后这边的数值 是血量50%以上的啦 血量50%以后就比较 50%以下 就比较可惜一点 因为没有加防了 就是靠回避能力 OK 那么这些都是极限在觉醒的角色啦 剩下两张就是第六宇宙的 卡利夫拉跟Gare 他们终于都看觉醒了 等了相当久 可以无限叠攻防的角色 卡利夫拉这边的话 对掌机超支气力加3 血攻防90%提升 必杀效果 攻防无限上升 超特大伤害 然后降低攻击 做了一个啦 然后被动方面的话就是自身攻防100%提升 队伍内第六宇宙类别 每多一体啦 攻防20%提升 彗星6%提升 因为普通要组就是组满被满 第六宇宙的话 就是气体的情况下 140%的攻防提升 跟42%的彗星这样子啦 然后攻击参加中 名城Gare的角色存在时 攻击会再加160% 然后会有一个超高确立回避 以及必定必杀器追加发动 这样子 然后每一次回避 攻防加20% 最大60% 然后战斗中自身攻击六次以上后 就会必定追加必杀 每回合都可以触发一次这样子 所以so far来讲的话 他的连击次数最高单回合四发 然后无限迭攻防 再加上有一个超高确立的回避 然后会星的话 因为队伍已经有了 我们就组回避 复连击 我看大概这样就offright了啦 所以大家成特攻气体的情况下 攻击700%无限迭攻 防疫444%无限迭防 再加70%回避 数值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 455万的火力 每一发必杀加18万 防疫力的话是36.7万初始 我们行动过后啦 然后每一发必杀 再加6.1万的防疫力 老实说跌的不是很快啦 可是就偶尔拿出来用一用 以免费卡来说 算是alright了 那么再来的话 也就是最后一张我们的cat 同样啦 是无限提升那个攻防 攻防无限上升 超特大伤害 然后降低防疫 被动方面的话 是自身攻防 160% 它的基础会比较高一些 因为它没有像 卡里夫拉可以 每一体提升多少多少这样子 它是辅助角色 这张cat 第六宇宙类别的全员 7D加1 攻防40%提升 纯粹赛亚人全员 攻防20% 所以它的辅助可以带到60% 这个是相当可观的 如果是给到我们的 那个卡里夫拉那一边的话 会有更多的增长 那么攻击参加中 名城卡里夫拉的角色存在时 防疫会有160%提升 超高确立 全属性大多 可惜啦 这边是只有超高确立 然后我们也没办法 让它的爬数再更加的往上 所以一切就要随眼了 只要没有触发到 前期很容易暴毙啦 然后必杀最佳发动 然后必杀发动时 攻防60% 所以这张普通 我们会放在2号或3号回来用啦 然后战斗中 自身攻击6次以上后 必杀最佳发动 同样啦 单回合四发必杀的可能性 它的火力是不高啦 所以其实会心是不太需要管它啦 可能主连机复回避 或者是主连机复连机都OK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最大加成的话 攻击412% 再加无限跌攻 防御668% 无限跌防 再加70% 可能性的全属性感 那么 数值方面的话 是初始295万的攻击 再加每发必杀 加那个12万啊 然后防御是43.8万起跳 然后每一次必杀7.3万 跌起来是还蛮快的啦 很容易就破百万 可是要差不多三次出场 但是 就前期可能有挂掉的那个可能性 比较麻烦一点 不过配上Wiz的情况下 以免费卡来说 已经是可以了啦 偶尔马出来玩玩 还算是可以 好啦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资料下载的内容啦 那么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我们 Cellumax 他的卡机啦 到底要不要瞅就看各位自行决定吧 哈哈 OK 那么 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AMATANI 拜拜